今天的比賽流程如下,比賽先由正方主辯開始,然後到反方主辯,如此類推,反方闊辯發言過後是公辯環節,最後由反方結辯先行總結,之後由正方作結,每位辯緣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會有一下鐘聲提示,發言時間終結時會有兩下鐘聲提示,每位辯緣發言時間完結後會有15秒緩衝時間, 緩衝時間完結,計時器顯示第16秒時會有三下鐘聲提示,超越15秒緩衝發言時間即被扣分,每超5秒,每張分子將會被扣除5分,不足5秒當5秒計算, 而在公辯環節方面,每位公辯的發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將會有兩分鐘時間,公辯向對方主辯及負辯作出盤運,反覆問答直接時間結束, 第二部分亦有兩分鐘時間,公辯向對方結辯作出盤運,每次盤運及作答時間為20秒,不可超時,作答一方不可以反問,只可以回答,盤運一方亦不可以打斷對方作答,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 比賽進行時,只可使用不大於15.6乘9.5厘米的資料卡,並嚴禁攜帶書籍或參考資料到台上,台上面員也嚴禁與台下觀眾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為例者將會被取消資格, 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否則每位評判會著量扣分,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任何發言亦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 次次比賽將進行錄影,各便員發言,需使用大會提供之麥克風,最後提提各位便員,發言前,先向主席示意,聽到鐘聲一下,之後才可以發言。 各位評判、來賓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保良局主辦第九屆全港小學霞製辯輪賽的第一輪福賽場次2, 我是這次活動由保良局主辦,並由Idebate香港承辦,我是今場比賽的主席, 今場的辯題為,學習發問假設性問題比觀察現實問題重要。 接下來我會首先介紹評判,他們分別是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潘俊傑先生, 嶺南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梁家榮先生, 播度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黃書文老師。 接下來我會介紹雙方比賽隊伍,正方是德雅小學, 他們的主便是歐曉雷同學, 副便是陳羽詩同學, 公便是盧柏謙同學, 請大家再掌聲鼓勵一下我們的同學, 希望他們接下來的時間會有好的表現。 如果沒有移民比賽正式, 首先有請正方主便, 歐曉雷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請先示米, 準備好, 再向主席示意。 示米,示米, 示米,示米, 我因資坦曾經說過, 學習法問比答案重要, 而想像力遠比知識本身重要, 知識是有限的, 但想像力推動著世界進步, 是知識進化的傳源。 主席、評判、 有方同學, 在序各位, 大家好, 先容許我方花少許時間做定義。 早在八十年代, 美國教育學家Costa和Gramson就提出, 假設式問題, 亦稱為炭狗式問題, 但有創生、突破、 反思現狀跳出桿桿的特質, 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思考過程。 而發問問題本身, 已經在學習階段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透過不停發問, 無論是問人, 還是自問, 都是驗證理論, 鞏固知識的重要步驟。 另一方面, 觀察現實問題, 是指以旁觀者身份 去了解身邊發生的問題, 亦即大有不參與其中的意味。 例如, 我們會觀察到有全球升溫的問題, 香港有樓價過高的問題等等。 變態應否成立, 衡量準則, 在於當人類學習並且運用上述兩種能力的時候, 哪一種更加能夠推動人們進步, 甚至是在進步的進程中, 品關鍵的角色。 我方認為學習發問, 假設性問題更為重要。 原因有二, 第一, 開學想像空間, 激發個人潛能。 除了剛才提過的美國教育學者Costa, 另外, 分別還有Gramstein, Lipton, Stoffers, 在2001至2008年期間的研究, 都同樣證明鼓勵學生學習發問假設性問題, 在開啟深層思考, 建立批判思維的基礎。 長遠而言, 喜歡法文對比不喜歡法文的小朋友, 自力發展會慢慢拉開距離, 而鼓勵小朋友假設想像, 更有再擺脫除波逐流的羊群心理, 突出每個小朋友與別不同的天父所在。 因此, 不論是文明天下的芬蘭教育法, 或是香港教育改革, 都特別重視鼓勵學生發問想像反思。 第二, 推進社會發展, 帶動文明演變, 歷史上無數的發明, 由電報機到智能電話, 由蒸氣火車到自動導航, 都是建基於一個一個的假設性問題。 其實不單止在科學發展, 哲學史, 文學史, 宗教史上每一次進入一個全新領域的時候, 都需要人提出一些可能其他人連想都不敢想的假設性問題。 這些突破絕對不是旁觀觀察可以帶給我們。 綜合上述, 免提理應成立。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和同意世界上大多數的突破, 都是源自於天馬行空的假設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2分38秒, 沒有超時, 接著下來是有請反方主編夏樂儀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咪, 準備好, 再用主席示意。 試咪,試咪。 主席, 所謂觀察, 同步字典的解釋, 觀察就是仔細策看。 於是, 觀察現實問題全句的意思, 就是仔細策看現實出現的問題。 嘩, 出現問題咯, 要解決咯, 怎樣解決咯? 當然, 要先了解問題的根本, 要了解仔細策看就是第一步, 思考是下一步, 然後先開始行動。 如果不首先仔細觀察, 就冒然行動, 那就是魯莽。 所以, 觀察現實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至於什麼是假設性問題? 一點都不難理解, 但是我想補充一下。 老婆問老公, 如果我和你媽媽一起掉下海, 你會先救誰呢? 這是一條路線上談, 而且又是一條令無數男人 啞口無言的假設性問題。 這條問題為什麼這麼經典? 一直有人談論呢? 原因不在於問題本身, 而在於它的答案。 同一條問題, 可以想到無數的答案。 那些無數的答案, 當中有很多可以表露智慧和幽默。 例如, 老公回答, 我媽媽從小在海邊帶, 很厲害游泳, 她會救你。 老婆很久追問, 那你為什麼不下水來救我? 老公回答, 如果我跳到水裡, 老婆你就沒命了, 因為我不懂游泳, 媽媽一定才救我。 我舉出這個笑話做例, 目的在於說明提出問題 不是最重要, 怎樣回答或解決才是最重要。 上述的假設性問題, 固然問題設定得精彩, 但如果沒有那麼多人, 想出那麼多有智慧, 或者幽默的答案, 這些問題, 根本不會流傳得那麼廣泛。 所以, 與其學習如何發問假設性問題, 不如學習觀察現實問題, 因為觀察現實問題, 才是回答或解決問題的重要第一步。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2分36秒, 接著下來, 是有請正方副編陳語思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 準備好, 先學問, 不學問, 非學問, 主席評判, 有方同學, 以及在座各位, 大家好。 自古以來, 歷代聖言都教導我們想進步, 學習法問是不已發沒。 剛才俄方主編問, 同不同意世界上大多數的突破, 都是源自於天馬行空的假設, 有方同學沒有回應, 是否代表有方同學都知道事實正是如此呢? 1885年, 世界上第一部燃油動力汽車面世, 完全有賴督角工程師卡爾·賓茨, 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方向, 最終用機械動力汽車, 取代了人力車和馬車。 1945年, 美國著名密碼專家艾倫陶寧, 以機械會思考嗎? 一個假設性問題作為研究題目, 奠定了現代電腦的基本原理, 開創了整個人工智能的領域。 有方同學會覺得, 觀察現實問題都很重要, 我方不反對, 所以我方並不主張秉氣學習 觀察現實問題的能力。 但是, 如果要為這兩種能力的重要性評分, 又是否真的分不出高下呢? 一個個重大的發明, 有賴於一個個假設性的問題。 想像力和創意對於社會進步的重要性, 由方同學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推翻。 教育學家越來越重視培育學生的創意, 激發想像力, 靠的也是由學習發問假設性問題入手。 正如我方主編所言, 過去有不少的學者都指出, 探究式問題, 也就是假設性的問題, 是最有效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式。 相比只是叫學生作為旁觀者的角色, 去看現實問題, 例如是看多些新聞師女。 當然, 學生或多或少都能從中吸收到資訊, 但所做到的效果就相當之片面和單向, 以及會受現實所局限。 聚助各位, 簡單疏理一下, 其實今天雙方的分歧, 是在於如何定義重要這兩個字。 我方明白, 觀察現實問題是有它的用處。 我方之所以和有方同學不同。 我們認為法文假設性問題更為重要。 因為我方相信, 假設性問題背後所代表的創造力, 遠比任何一個現實問題更加有建設性。 當我們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觀察力, 已經足以滿足發展需要, 如何更進一步超越同才。 靠的就不是你看到, 我看到,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現實問題, 而是每個個體獨有的創新思維, 對同一個看法所想像到的假設性問題。 這種人類智慧的體現顯現得更加珍貴。 多謝各位。 正方負面的發言時間為2分58秒。 接下來, 有請反方負面思途浩猿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示米, 準備好, 再用主席示意。 示米示米。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很多谢有方同学提供很多优质的假设性问题的例子 我方甚至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假设性问题 我们人类都不会有今天的进步 没错 人类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源自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有些甚至可能在当时是天方夜谭的假设性问题 假如我想飞上天空可以怎么做 假如我们想在黑暗里面看到前面的事物可以怎么做 没有这些假设性问题做开始 那飞机和雷达就不会被人发明出来 但是有方同学请注意 这些问题只是开始 开始并不是代表最重要的 飞机怎么被人发明出来的呢 除了提出想飞的假设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观察 人类就是观察着料的结构和动作 才可以发明飞机 雷达怎么发明出来呢 是人类观察蝙蝠利用回音探测障碍物 才可以发明雷达 所以发问假设性问题 远远不及观察现实问题重要 再说提出假设性问题容易一点 还是解答这些假设性问题容易一点 我可以立即提出数之不尽的假设性问题 例如如果我们今天比赛赢了会怎么庆祝 如果比赛完了之后 回校途中遇到大塞车 我们会怎么回到学校 如果回校途中遇到怪兽 我们会怎么逃生 如果回校途中被外星人脑走 我们会怎么应付 这些假设性问题离不离谱 有方同学现在一定在这里笑我了 我刚才举出的假设性问题非常离谱 根本不可以作为例子 错了 一些伟大的发明 最初都是原则非常离谱的假设 没有电话的时候有人提出 如果我想跟身处地球另一边的朋友 即时交谈 可以怎么做 离谱 没有电视和人造卫星的时候有人提出 如果我想即时看到地球另一边的球赛 可以怎么做 离谱 所以我不是想说假设性问题的实质 不在于是不是离谱 我是想说 第一 要贛问假设性问题 根本就是随后可以讲出 根本就不用学 第二 贛问假设性问题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提出问题之后 如何回答和解决 要回答和解决 就要观察和思考 运用知识和技能 观察、思考、运用知识就要学了 所以今天的辩题 根本没可能成立 多谢各位 反方负辩的发言时间为2分27秒 接着来是公辩环节 首先是正方公辩时间 有请反方主辩及负辩暂立回答 你们每次的发问及作答时间为20秒 请双方便员先试麦 准备好 再让主席示意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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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无钱 继续研究 最后把专利买给外奠生 而且外奠生将电灯泡不停改略 不过不要紧 我方想带出的问题就是 如果弗培尔和外奠生不是透过不停地假设物料的白液化效果 可以用什么方法 请反方继续 是,我承认提出假设性问题是重要 不过要观察思考和运用知识才可以解决问题 那你观察到这个现实,但是你不去假设 那你怎样可以去做这个行动呢? 提出假设性问题是开始 不过你都要透过观察思考和运用知识 再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就是了,有方道我都说了 要有开始才可以有后续 所以就是假设性问题重要 有方同学是否认为这样 我方傅面已经说出,开始并不是最重要 怎样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 那如果没有开始,可不可以有后续呢? 有方同学是,是我承认有开始才可以有后续 不过 不过你 不过,我们今天是学习法文 假设性问题给观察 请正方继续 那就是了,有方同学都认为 假设性法文比较重要 为什么你又不去支持这个假设性法文 我方并没有说假设性问题是重要 我方是认为观察现实问题是重要 比假设性法文更重要 但是你们今天说要有开始才可以有后续 但是你们的开始就是假设性问题 对啊 正方公辨时间结束 谢谢各位 接着下来是反方公辨时间 有请正方主便及负别暂立回答 你们每次发问及作答时间为20秒 请双方便员先试咪 准备好,再让主席示意 试咪,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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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 首先问有方同学 几条假设性问题 如果你现在这个比赛输了 你会不会抱头大哭 不会 如果现在这栋楼崩了 你会觉得你会不会死 不会 其实我问你这些问题的目的 是为了证明假设性问题 是可以随口可恤的 你看好像刚才我这样 就好像很容易就可以问 根本不需要学习 你同不同意 但这条问题是说 学习法文假设性问题 而且没有人可以 否定那条问题是没有用的 不是,因为我可以随口可出 这样问这些问题 所有假设性问题 都可以随口问出 但是为什么要学习呢 那学习当然是问一些 正经的问题的 好了,但我这里的题目 没有说过是一定要问正经的假设性问题 我这里只是说所有假设性问题 我这里只是说所有假设性问题 所以假设性问题更加重要 那就是你都认同 现在是正方总结盘问时间 所以我还要去支持观察现实 那看来有方图画肯定认为观察现实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请有方图画你说出 你提出了假设性问题 你提出了假设性问题 你就要观察 然后就思考 最后就是混用知识 你才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有方图画你刚才是说出开始 开始就是假设性法问 开始是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观察现实问题 不是,解决问题才可能更重要 那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就是观察思考和混用知识 就是认为 就是有方图画认为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只是看着那样东西 就可以解决到那样东西的问题 我还有运用思考和运用知识 那就是了 你思考就是假设那样东西 然后再去解决问题 有方图画认为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但是你又说你要思考的 有方图画 观察现实问题对解决问题是重要 那你认为观察有什么可以帮助解决那件事呢 观察 因为解决问题一定要观察 不是,我是问你怎样去帮助解决那件事 就举个例子 法令飞机 就 正方总结盘文时间结束 谢谢各位 接下来是反方总结盘文时间 有请正方劫便站立回答 你们每次的发问及作答时间为20秒 请双方便原先试咪 准备好 试咪 有方图画我现在问你一条有意义的假设性问题 就是如果地球的南北极冰川完全溶化了 你觉得人类可以怎样逃生 去外星 有没有发觉你答这些问题是有很多答案 还有你怎样去外星 我想问 人类可以制造一架太空飞船 就是可以做的 是的 这个是不是很难 所以我们发明一个太空飞船 我们都要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靠观察思考 还有运用知识 这几点来解决 有方同学,你可以跳了几个步骤 你思考那时候 可能你已经用了假设 如果用这种物料 会不会可以制造一个太空飞船 但是我思考可以不用假设 但是我一定要观察 是不是 这里没有讲思考 那请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观察就可以做到那样的事情 不单止观察 观察是其中一个第一样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骤 所以呢 例如 就是 内特兄弟发明飞机 他们首先是观察 着仔飞行的翅膀 他们才发明飞机 他们一定是有观察的 你们认不认同 但是有方同学 你是说 我们是由假设开始 才会出到那样东西出来的嘛 内特兄弟就是 假设了 如果人类要在天空上面飞 可以怎么做 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假设性问题 但是 接着之后 再观察 雀鳥的形状 再思考 这样才可以发明到飞机 那么他可能 已经是脑子 已经有了雀鳥的印象 那么他凭空想像回 可能他做的时候 是脑子已经寄了 他一直在想一面做的嘛 凭空想像是不可以直接解决问题 当然我是一定要观察 雀鳥的形状 接着再思考再研究 才可以发明飞机 你认不认同 那我是认同 但是 我认为 发问解决性问题 他问自己解决性问题 才会 反方总结盘文时间结束 公辨环置结束 现在有了一分钟时间 让双方结辟作整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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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准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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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首先你有请反方结辟 扶�乐同学 你的发言时间是三分钟 请先示意不明 准备好 再用主席示意 同月同學,你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請先示意麥克風,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主席、評判、右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想先說個故事 有個男生很喜歡跑車 家裡有一輛很漂亮的玩具跑車 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輛很名貴的跑車 就說如果長大了之後有兩輛這樣的跑車 一定送一輛給弟弟 第二天爺爺送了一輛新的玩具跑車給男生 媽媽就問他 你現在有兩輛玩具跑車 可不可以送一輛給弟弟嗎 但他是萬分不願意 媽媽就問他 昨天你說如果有兩輛跑車 就可以送弟弟一輛 既然真的你都可以送 為什麼玩具跑車就不捨得送呢 有個同學,你們知不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有兩輛真跑車只是如果 不是真的 但有兩輛玩具跑車就是真的 真的就不是很捨得了 我起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想到 假設性問題究竟有什麼意義 我在網上找到一篇文章 講到科學研究和提出假設的關係 文章說科學研究很重視提出假設 然後推論在這個假設成立的情況下 應該會出現什麼結果 再觀察和求證 這個假設是不是真實 這個理論簡單來說就是 講出科學精神在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八個字 大膽假設是開始並非不重要 但是小心求證才是更需要和更重要去做的 而求證的過程一定需要觀察和思考 所以今天的辯題 學習發問假設性問題 比觀察現實問題之中的重要 就不可以成立 其次我方副辯已經指出 提出假設性問題何其容易 反之要互打一條假設性問題 就不一定容易了 他要觀察 要思考 要試驗 要求證 要分析 這些就需要運用知識 那就是需要學習 就用人類發明雷達做例子 單單提出假設想在黑暗中探測到物件 應該怎麼做 就可以發明雷達嗎 更重要的是有了這些假設 只要觀察 發現大自然裡面視力極差的蝙蝠做例子 於是觀察蝙蝠如何解決問題 再思考 再研究 再試驗雷達 才可以發明出來 這個就是求證的過程 所以今天的辯題 學習發問假設性問題 比觀察現實問題重要之中的學習 就應該只要學習觀察現實問題 而不是需要發問假設性問題 有方同學認為假設性問題 有些有用 有些沒用 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性問題 是需要學習的 這一點我方不完全同意 何謂有用的假設性問題 我方認為有用的問題 是可以推動我們進步 怎麼可以進步呢 就是我之前所說 能夠出盡我們觀察 思考 實踐的 但是要判斷甚麼才有意義 不是甚麼大學問 即使要學習也遠遠不及解決方法 這麼重要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的發言時間為2分44秒 接著下來是有請正方結辯 正方結辯陳卓成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示米 準備好將主席示意 示米 示米 主席 評判 有方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人的成長歷程就好像打遊戲一樣 需要學習各種技能 而面對不同的挑戰 就這樣想 所有技能都很重要 最好當然是把所有角色的屬性 都加爆了 但無奈遊戲角色的技能點是有限 面前將所有屬性加到同樣感多 並不會帶來最好的表演 因此辨別哪些技能更重要 就顯然非常關鍵 總觀全場 今天有方同學的論證 其實犯下以下兩個錯誤 第一 有方同學誤解我方 對兩種能力的立場 我方當然明白 學習觀察現實問題 都有它的需要性 但是學習 發問假設性問題是更加重要 所謂更重要 就是較為優先需要學習 而學習之後帶來的效果是更加關鍵 情況就好像當遊戲角色的技能點有限 我方會主張發問假設性問題的能力值加到90 而觀察現實問題的能力值有80就夠 因為即使我們的觀察力跟其他人一樣那麼多 但我們的想像力比其他人豐富 就已經可以遠遠趴在其他人的支持 相反 假如兩個能力值都只是跟其他人一樣 那又怎樣被其他人優勝呢 第二 有方同學忽略了發問假設性問題 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所以有方同學會認為觀察力較重要 如果是這樣 那有方同學又如何解釋 很多社會問題其實都是人所共知 但真正提出解決方法的人有為什麼這麼少呢 但當大家都只是旁觀觀察 沒有人肯嘗試用假設性的方向去提問解決 問題就只會一直在讓你慢慢觀察 相信大家都不時聽聞有巴士因車速大快 而造成交通意外 然後呢 大家不要手指一滑就滑下去看下一則動新聞 我孝悠一位同學想到 可不可以有個裝置 當車身傾斜到某一個角度的時候 就會可以明顯提醒司機呢 經過一番努力 最後成功做出了一個模型系統 當大家都只是觀察 不發問 那邊並不是會從天而降 在座各位 假設性發問不是超級必殺技 我方亦明白觀察現實問題都有它的重要性 但歷史告訴我們 各個研究報告都告訴我們 值得發問假設性問題 提出創新見解 突破傳統思維 才是推動進步的主要力量 為我們個人社會 甚至是整個人類文明 帶來突破 因此今天的辯題 理應成立 多謝各位 政方結辯的發言時間為2分46秒 經過一番爭辯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有請評判先整理分子 首先有請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潘俊傑先生作出評語 好 先多謝賽會的邀請 我覺得雙方今天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這場比賽真的令我眼前一亮 我先說政方 他們今天似乎是在觀察方面比較多 他們觀察很多網上的資料 用很多網上的數據 愛迪生的名言 原來愛迪生不是那麼厲害 他只是馬鈴尼的專利 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是挺有趣的 反而今天反過來說 觀察比較重要的 他們問很多假設性的問題 假設這裡倒下怎麼辦 假設這裡倒下怎麼辦 是很有趣的一個演唱明明 大家反過來說誰比較重要 不過這個是純粹題外分享 至於比賽入面 我會覺得 其實呢 今天如果真的要打到這場比賽 你必須要告訴我 什麼叫最重要的 今天在這場比賽當中 有幾個分歧 第一個分歧就是 政方今天就說 只要那個是開始的話 他就是更重要了 是不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論點 所以媽媽生我出來 媽媽給我就更重要了 類似這樣的邏輯 雖然你這樣聽起來很奇怪 這個就是你的標準有問題的地方 不過不要緊要的 你說反方是否 怎樣去招架呢 他就這樣說 不是的 不是開始就重要一點 但是去到後期又說 開始是重要一點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立場的搖擺 你說怎樣可以拆解到這件事 不是拆解不到的 例如說 你要問這些假設性的問題 的開始都是要先觀察問題的 你就是看到 咦 為什麼小鳥可以飛 但是人類不可以飛呢 就提出一個假設 如果人類可以飛又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 就是我是開始先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用回他那套 那條尺 就是 誰開始先就贏 的話我都贏你 是不是 你可以這樣玩的 尤其是今天雙方的公辯 都是比較 就是 跳脫一點 OK 比較好玩一點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 就是 我欣賞的 尤其是 我現在 我都是教書的 我就是很欣賞那些 就是很喜歡拿一些分子出來 跟我拗分的同學 顯得出他有想過的事情 所以我很欣賞雙方的公辯 就是 很明顯就是在學校 都是比較嘴唇唇的那些同學 應該 是 是不是呢 都說了 所以 我很欣賞這些 起碼他的思維是很跳脫 很敢說自己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問得很仔細一點的話 可以嘗試挑戰這些 那我就第一了 又不見我贏 那是不是我贏 OK 那這些很多時候都是拿著一份常識卷出來拗分 啊 這樣不行的嗎 都是常識而已 又不見你給分 為什麼一定要跟書才給分 是不是 一樣的答案 我欣賞這些問題 顯得出你不是跟死書 OK 好 但是呢 去到 比如說 有些地方我覺得是 雙方做得挺好的 例如 政方呢 其實緩引的例子很足的 包括 Alan Turning 即 艾頓陶寧 發明計算機 即是現在的電腦 那這些例子呢 我也覺得是 做得很好 但是呢 相反地呢 怎樣去面對對方來達兄弟的問題呢 那我也覺得 其實政方呢 今天也有一個很好的取態 就是說 如果他不提出 假設人類可以飛 他觀察那些有鬼用嗎 那 那這邊也可以 即是同樣的邏輯上 即是你 假設完之後 你不觀察一下 為什麼有鬼用嗎 是不是 那兩邊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 場比賽就 很打和的感覺 所以你就一定要找出一些尺 是你可以贏得到 那你就讓給他 或者你好像掌門人 你們應該沒有什麼 看掌門人的了 但是如果在座家長 應該有看我就會知道 那掌門人最流行的一句是什麼 這個板戰我們打和 Super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懂得去劃分 這個戰場大家打和的 那我們就要找一些我贏的戰場 是不是 那你這個位置 那你就應該要找一找 是的 但是雙方都不是太找到的 那反方都有賺的 我會見到 其實你準備的時候 的稿件都是有一個心思的 例如一副這樣 你這樣問 離譜 你這樣問 離譜 你這樣問 你這樣問 離譜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離譜開始的 是不是 我覺得是有趣的 也有趣的 也顯得出你花心思的 但是你也要小心點 但是對方那些 事情 你是不是不可以拿來做回應呢 我覺得又不是的 例如 他政主裡面 有說什麼 驗證和鞏固 都很重要 那 那怎麼稱 那這些位置 你是可以問的 那導致呢 我覺得 今天這場比賽呢 其實真的很好看 也很難分勝負 那 但是呢 我也覺得應該給大家一點掌聲 是的 那 還有呢 我會覺得 例如說現在 我是中文老師 要教作文 那我經常教他們作文 那我教學校 那些學生就很有 很有想法的 那所以呢 但是呢 他們經常都不看書 不去看看別人怎麼作 他們通常 會看別人怎麼作呢 就是 就是 為什麼他會高分過我 這個時候就說 你這份作文有什麼美好 拿過來看看 然後他們就會去學習 那這個也是觀察問題 然後就會 那這個時候呢 做老師都是問他的 假如如果你想得高分 你又應該怎麼做啊 那 那 學生現在比較公利 那 那 怎麼去引導他們去看呢 那這個都是 做家長和做老師 都要去想的問題 那希望大家 因這條變態有所啟發 那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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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 Dr 一 那些評判會讓我更老 可能更加聽得 就是要多一點時間 讓他思考 那這方面一定要留意 在語速的停頓 讓評判 或者觀眾去思考一下 我想這些一次 要想一想 第二 就是 在公辨的環節中,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會想的就是,你問完問題後,對方會怎樣回答 我的評分就說,其實只是看問題,我有時候會看回答案 我想在回答的時候,公辨環節,我想雙方同學都要留意 究竟你們會不會,回應上高跟你們前面是否吻合 在這裡我會補充,反方有一個地方就是 究竟你的立場上,會不會跟你前面有少許矛盾 雖然他們捉不到你,但會有少許影響的觀感 究竟你今天的立場是甚麼呢 究竟是觀察問題重要,假設性問題重要,還是怎樣 你前面就說,其實觀察到現實問題,你才能發展到假設性問題 所以這是你的第一步,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 到後面你就說,其實第一步也不是那麼重要 究竟是觀察問題,才能引發到假設性問題 還是究竟是怎樣呢 還有,究竟第一步更重要,敵無那麼重要呢 這些你要貫徹清楚,你自己的立場是怎樣 可能有少許緊張,可能說錯了,但是有機會被人捉到的 我想這些要留意 正方同學也是,有些地方就是 我會覺得有些地方開頭你是有設計到的 但是後面就沒有很好用 例如你開頭主編告訴我 其實怎樣是重要的,其實是有說過的 是怎樣令到人類進步的 好了,牛頓發現了蠻有引力 蘋果掉下來 就是我計劃阿及文明可能幾千年前已經知道了 為甚麼去到近些 可能牛頓我忘記了 可能是近一、二八年才發現有蠻有引力呢 原來就是他因為發現了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就是觀察到,很多人觀察到 蘋果會跌的,你扔東西上天會跌的 那為甚麼會有蠻有引力呢 這個問題為甚麼等了幾千年才會出現到 然後再引申之後的學說呢 我想這些你可能,你前面是有鋪排過的 但後面又好像不太記得,或者可能沒有再跟進到這些說法 那就浪費了你開始設定的主線 譬如你也有些設定到,究竟哪一件事比較重要 譬如一父說,其實兩件事我也重要的 那你就沒有問清楚,究竟對方覺得哪一件事重要 或者他有說到有些,其實有些是前後有些矛盾的地方 但是你就沒有在後面太過捉到他們這些地方的東西 那我想就要小心一點點 或者這些可能你們要留意一點點 那另外反方有些地方,可能你要小心一點 究竟會不會跟... 我會感覺就是有些有趣的地方 譬如一父的時候,當然很有趣的,你說三個方法 但我又會覺得,為甚麼好像變成你們很支持... 那個感覺就很強調了假設性問題 那我就會想,究竟你是在支持假設性問題啊 還是在講這個觀察問題呢 那我想這些當然有少許主持的問題 我想要留意少許的,如果以後的話 那大概我的意見就是這麼多 那交回到之後的評判 最後有請播度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黃宣雲老師作出評語 好,那最後那個評判說話 我也知道大家都期待賽果,所以我長話短說了 那我覺得第一樣,因為前面的評判也說了很多內容上面的東西 那我再說一些技巧上面的 就是剛才有一個很有趣的 那評判或者在台下的觀眾都有笑到的過程 就是雙方在公辯環節的時候 其實互相都會有一些沉默了 不知道怎樣回應的一些畫面 是不是 於是呢,旁邊的公辯和結辯就很緊張了 欸... 你可以說什麼什麼 那反過來這裡也是 那我覺得你們想一下 譬如下一次的比賽裡面 怎樣可以避免了這個這麼尷尬的場面 怎樣才可以顯示到自己 其實我都可以有能力去回答到這些問題 怎樣做得更好 所以每個人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但是有些什麼可以做準備的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是事前多一些的練習 如果你事前練習,又模擬一下 例如可能公辯的 你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反方的公辯 去問你的隊員的時候 那你們這個這樣的交鋒的環節 那你... 例如你就可以訓練到你前面的一些 主辯、副辯 那第二個呢,就是在稿件上面的準備 例如 你預計一下對面會問你什麼的問題 然後你可以寫定一、兩句的卡仔 那對方問你的時候 那你就已經可以很流暢地去表達到 是不是 好了,那第三個方法呢 我覺得就是怎樣 那好吧,那我... 譬如我今次打完這條變態 那我下次很難會再遇到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你們可以試一下的 就是上網有很多的資源 是不是 那你可以上網看看一些片 你只需要看頭兩個位 那你就想一下 如果你是公辯的時候 你會怎樣問 或者你看完頭兩個位的內容 那接著到對方問你的時候 你當作看... 例如你是反方 你看下一條片都是看反方 然後別人正方的公辯問你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 那如果是這樣,我就會這樣回答 然後呢,你再播公辯 或者你再播別人回答的那些畫面 你就看,哦,原來他可以這樣回答的 又真的,咦,我回答得比他好啊 那你有這三個練習的方法 那可能你將來就會做得越來越好 可以嗎?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就是想提出一個問題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看這條編題的時候 這條編題就是 學習、發問、假設性問題 比觀察現實問題更重要 是不是? 那我最初在想 就是學習A比學習B更重要 那B呢 我覺得雙方一開始都有定義的 就是作為一個旁觀者 去看現實的問題 你們都是很仔細地去察覺現實的問題 那我就在想 哦,那其實是不是在說... 今天你們的定義就是這樣 那你們打到後場就一直在說觀察、觀察、觀察 其實是不是真的很緊構著 觀察現實問題這六個字呢? 可以嗎? 因為我在想 觀察現實問題 我自己想的就是 哦,為什麼每逢到冬天 就會有些小鳥 由北方飛到南方呢? 到底為什麼呢? 哦,原來呢 因為有這樣的觀察 所以才有之後的一些理論 就是哦,原來某些品種的小鳥 會是故意飛到南方過冬的 又例如早前打風 或者是轉季 那我就會想,哦,為什麼回風下雨的時候呢? 特別呢? 會有那些飛蛾啊 那些飛去那些飛入屋呢? 那可能這些就是在說觀察現實問題的例子 而不是只是觀察 即是不只是在科學的層面上說的觀察 那到底我就在想 到底我的定義和你們的定義有不同 那你們可以再想一下 到底其實你們想說的觀察 或者是想說的觀察現實問題 是指的是什麼呢? 今天聽到的雙 無論是反方還是正方也好 我覺得比較空泛了一點 那你們可以回去再想一下 行不行? 好,那我的評語就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評判的評語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努力不斷進步 接著下來是宣佈賽果 今場進行的賽事是第一輪複賽 詳次二辯題為 學習法文假設性問題比觀察現實問題重要 由正方德亞小學對反方 盧德會聖馬泰學校受無評 首先公佈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為 正方公辯盧柏謙同學 所有最佳辯論員掌項 將於賽事的總決賽頒法 接下來是公佈比賽結果 賽果為正方三對反方零 由正方德亞小學勝出 今場比賽的評分子將會放在主席桌上 請對賽雙方派出代表去越南分子 比賽過後參賽隊伍不能夠再查餘分子 保留人局主辦第九屆全港小學校製辯論賽 第一輪幅賽場試已結束 多謝大家來南觀賽 另外有請各位評判 與對賽雙方現在在台前拍張大合照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